第四題 有一位平衡的反應是 H2加N2深層NH3 下列有關此反應式的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看到F2O3三氧化二鐵寫在箭頭的上面 表示他是催化劑 不是反應物也不是深層物 所以選項A是錯的 我們知道化學反應方程式只能告訴我們反應的結果 無法告訴我們反應的快慢 所以選項B也是錯的 那我們知道催化劑只能夠來改變反應的快慢 不會增加或減少我們的產量 所以選項C也是錯的 而選項珠要平衡方程式 H2加N2會變成NH3 前面有兩個蛋所以後面要兩個蛋所以這裡要寫2 這邊寫2之後呢 氫就有6個所以這裡氫要有6個所以要寫3 所以我們係數就是3 1 2 我們發現選項珠是對的 所以第四題問我們說 下列有關此反應的敘述 何則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 在H2 N2 H3前 分別加上係數3 1 2 可平衡此方程式 在H3 1 2 有3 1 3